注意力集中和信念的支撐 你看馬龍跟你打說他也虛 上來你三分零先 但零先之後你就顯得這種勢還要弱一點 但是經過這個不斷的去嘗試的話 你知道對手也慌的時候也虛的時候 你的信心就會強大 你別光想自己 這會兒時候誰都難受 打一個多少時 打到最後九平 這會兒誰都不願意這種放 今天最後第九局的時候兩個岔網均都救 這只有說注意力高度集中的時候 才能救出這樣的球 才能打出這樣的味道 所以你跟每一個對手來說 不管弱的還是強的 你只要說打出你自己的水平 雖然贏你都不動 特別是碰見像馬龍、季柯這樣的 腳胖這樣的 你碰見 經常這種對抗 你內心才會強大 所以你看這個打上對手一開始太緊 皺皺巴巴的 後邊打開一點好一點 打到後邊的時候雙方 其實互相都是制約的 這會兒就是心裡的對抗 那你內心強大了 你看到對手的心虛和緊張的時候 你就緊了 你別到時候 大家其實心裡都是病著的 有時候你先崩潰一下 你先虛一下 你先不自信一點點 你一動搖 對手就堅定了 你一定要病到最後 能病到第九局 看到對手開始動搖的時候 你才能扣 你現在就是說 前三板扣得好的時候 還行 這個挺順的 但是你輸這幾局的時候 輸得太快 你已經3比0了 我說了 你比分落後的時候 你追回來一局 你這個優勢就大了 你現在一落後 落後四五分 三四分 嘩 這一局就輸了 這會兒說 你殘住 對手注意力 稍微走勢 你就是緊的 所以你的精力 體力要消耗 要比別人盯的時間更長才行